大家好,这里是代诗风采 世界球后安喜盈 是韩国不可多得的天才少女 在目前女灯竞争行列中 安喜盈已展现出她的绝对宰之力 不仅得下个大赛冠军 更完成了与球金满贯的辉煌荣耀 同时是锦赛与奥运金牌 也都已纳入她的生涯战绩中 但就在安喜盈在奥运中夺冠后 本应是荣耀时刻 安喜盈常年来等待的这一刻终于来了 她爆炸性的向外界揭露 韩国羽协存在严重的管理问题 还揭露自己在协会内部 遭遇到的欺凌与不合理待遇 以及协会长期对运动员的忽视与不公平对待 也因为这些爆炸性的揭露 进一步加剧了她与羽协的矛盾 并在国际间引发讨论 也让羽协与安喜盈的矛盾正式浮上台面 今天这集影片我们就来绘诊看看 安喜盈整起事件的各种黑幕 以及她到底遭受到了哪些不公平的对待 不诊与医疗协助的缺失 安喜盈指出 羽协在她受伤后的诊断不仅不准确 还未能及时安排适当的医疗援助 导致她的伤情未能有效控制甚至加重 当她遇到伤病时 羽协的医疗体系并未给予她妥善处理 反而以偏见和舒服应对 对于一位顶尖运动员来说 伤病诊断与治疗的时效和准确性至关重要 影响住其职业生涯和长期健康 然而 羽协的延误不仅耽误了安喜盈的恢复 甚至导致她在受伤状态下继续参赛 加重了病痛 损害了其竞赛表现 这种医疗缺位的状况 使她深感协会对运动员健康的不尊重与轻忽 进一步加深了双方的裂痕 协会内的欺凌与前辈文化压力 安喜盈还透露自己在羽协内 遭遇了带有羞辱性质的不合理要求 尤其是与前辈文化相关的问题 在韩国体育界 前辈文化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现象 年轻运动员往往被迫服从年长者 甚至在个人事务上 也要满足前辈要求 安喜盈提到 她被要求在训练后处理前辈们的各项事务 外出还得向多位前辈报备 更爆出需要帮年长前辈清洗私人那一裤等 这种非正常的要求 明显超越了运动员之间的正常互动 带有压迫性和羞辱性 令人难以接受 此类行为不仅侵害了她的个人尊严 也加剧了其心理负担 安喜盈所遭遇的情形 暴露了协会对这种不平等文化的纵容 而这种前辈文化的压力 成为她与协会冲突的主要根源之一 作为一名年轻且富有潜力的世界级运动员 她选择打破沉默 公开指控协会内部的压力与霸凌 实属不易 也显示了她希望协会改革的决心 与赞助商之间的问题 安喜盈指出 由于与协强迫她穿着赞助商提供的鞋款 而鞋子的适配度不佳 导致她脚部严重起水泡并受伤 影响比赛表现 与协队运动员身体健康的漠视 与赞助利益的抢球 也成为外界抨击的焦点之一 同时更爆出 国家队总教练金学军 收到了包括羽毛球 羽毛球派站内的1.5亿韩元的商品 从赞助商处获得了约1.4亿韩元回扣 此事件已经向监察处调查机关提交 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表示 一定会严肃处理此事 矛盾的升级 安喜盈的公开揭露 无疑加剧了她与与协之间的矛盾 与协对其需求和尊严的无视让她备受打击 而她的指控则让协会的管理体系受到外界质疑 引发舆论对韩国与协内部文化 和管理方式的广泛讨论 对于安喜盈来说 公开这线内幕是她反抗不公待遇的方式 为自己和未来的年轻运动员寻求一个更加公平的环境 而在诸多的指控之下协会的回应又是如何呢 1.回避韩拖延 最初 韩国语协并为正面回应安喜盈的指控 对于乌者和前辈文化相关的指控 协会采取回避的态度 为表明具体调查或改善的计划 这种反应让外界感到失望 认为协会对运动员的健康和尊严问题不够重视 第二 声明调查但成效有限 在安喜盈的指控引发公众关注后 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表示 将进行调查并监督此事 尽管政府机构介入 与协内部人缺乏具体的改革措施和行动 让人质疑协会是否真心改进 迄今为止 针对医疗和压力文化的调查结果 或处理措施并未公开 进展显得缓慢 并无明确改善成效 从奥运后便开始与韩国协会对抗的安喜盈 在休息多战赛事之后 终于在日前的丹麦公开赛中 重新回到赛场上 但我们也看到了 安喜盈和协会以及教练团之间 有着非常诡调的气氛 在丹麦公开赛复出后 安喜盈与教练团间的零互动现象明显 双方毫无交流 引起观众和媒体关注 这种冷淡氛围 让外界推测他与雨鞋的对抗进一步升级 且彼此的信任关系几乎破裂 回国受访时的冷淡回应 回国后 面对记者关于雨鞋矛盾的提问 安喜盈紧简短回答 我没什么好说的 显示他与雨鞋的对抗人在持续 而问题尚未解决 他的冷淡反应 被认为是针对雨鞋的不满和抗议 令事件更加引人关注 在这些事件不但尚未平息 还越演越烈的情况下 在近日又爆发出最新的黑幕消息了 最近韩国媒体报导了 安喜盈被迫接代言的黑幕 且未受到任何酬劳 甚至形容他与雨鞋签下的合约如同卖身器 这项指控震惊社会 文化体育观光局委员正延续发生批评 认为协会不该将运动员 当成免费的劳动工具 并强调这种不合理对待必须改善 不仅如此 还爆发了协会会长的抹黑事件与道歉 韩国语协会长金泽奎 对外指责安喜盈在丹麦公开赛期间 会向官员与教练团打招呼 一次有抹黑意图 引发韩国国会议员的强烈批评 随后金泽奎在舆议压力下才改口 表示会向安喜盈道歉 事件再度显示了雨鞋依旧存在者 对待运动员的不当行为 安喜盈对抗韩国雨鞋的风波 由运后的矛盾引爆 接连接入雨鞋内部的管理私当 出入诊断 赞助利益至上 极端前辈文化等问题 并伴随着代言黑幕和抹黑事件的曝光 随助风波持续扩大 韩国社会和媒体对雨鞋的批评不断升温 即便如此 安喜盈至今并未妥协 她的行动不仅揭开了雨鞋内部的黑幕 也引发社会对运动员权益保护的更高要求 我想这段风波很难在短时间内结束 而安喜盈对抗韩国雨鞋的决心 也绝对不会就此放弃的 同时令人佩服的是 安喜盈仍不曾退缩 她坚持维护自身权益 表达改革韩国体育体制的决心 安喜盈的行动超越了个人得失 表现出不畏强权 追求公益的精神 表明了她对韩国雨鞋改革绝不妥协的决心 未来事件会如何发展 以及何时才能有益满的落幕 我们将会持续关注并和大家分享 这里是带式风采 我们下集影片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